這次選在北京作為蘇格登風味探索之旅的首站 這次選在北京作為蘇格登風味探索之旅的首站 其實是很有指標性意義的 北京的它畢竟作為一個 作為從城市功能來講 它是一個文化中心 所以它接觸的面積是非常廣的 We're so proud to collaborate with Singleton on this event 其實這次蘇格登在北京的這個活動 這個非常的印象深刻 我覺得不管是美食還是美酒 都是關於時間的一個藝術 只有足夠的時間才能夠成就一個非常好的佳釀 蘇格登的這個品牌工藝 其實我們一直在堅持對酒體風味的探究上 從而我們一直在堅持的一個三萬工藝 我們目前的這些威士忌愛好者 包括一些新進的威士忌愛好者 他們都開始更加專注在對風味的體驗上 我們的年輕人今天有自己的意見 對他們的威士忌愛好者 這個藝術的藝術的藝術是 我們讓他們的經驗 讓他們的經驗 讓他們享受新的威士忌愛好者 的新的威士忌愛好者 簡單的素食也可以塑造出 風味度非常豐富 以及完美的食材和食物 尤其是在我們長城的這場晚宴 在那樣的環境下 在一個巔峰的地點 其實不管是從身體上還是從內心上 都安靜下來 來認真地感受蘇格登風味的深度 以及跟美食的風味的碰撞 加熱之後的威士忌的話 它有一些香味會變得放大 比如說它的一些木質感 還有就是它的那個 雪莉桶的一個甜味在那裡 因為新鮮皮 加入之後它的一個沉香味 是非常的有記憶點 那正好是跟Singleton 20年裡面這個烤過的那個 沉皮那個香味做個呼應 搭配這個牛肉這樣的一個風味 在我們中國人喜歡喝茶的這種體驗 跟文化下 我們也嘗試了做以茶的風味以及工藝 然後跟我們的蘇格登38年 這樣超張力統臣的威士忌進行了對比 尤其是超張力二次統臣給我們帶來的這種體驗 通過熱秀 然後充分綻放出蘇格登38年的風味的複雜度 我們真的能夠感受到說威士忌跟茶很互相的相通跟相容 從漆器的發展史來看 我們從最開始的一個比較簡單的珠漆木碗 到我們現在看到乾隆朝時期 那麼發展了將近等有8000年 那它的氣候大概100多層 所以就是工藝在發展 帶動了它的整個的技術和它的這種圖案 藝術上的發展 其實通過這一次藝術的展覽 我們也感受到 尤其是我的體會 一件精美的漆器工藝 我們現在看到的成品很精湛 工藝很超凡 但實際上從製胎的這一件事情開始 那這些藝術家們 這些製作的匠人們 其實在他們的心中 就已經刻畫了一個方向 才從而決定他用近戰的記憶 每一道每一道 最終實現這樣一個工藝的產品 其實這個就像我們蘇格登 在60年代開始 我們就已經設計好了 未來的風味的走向 以及對風味的探索 所以在歷史的進程當中 我們從60年代 70年代到80年代 其實我們都是在專注在酒體風味的一件事情上 我們在不斷地雕塑 不斷地在做堅持跟創新 最終才給我們呈現出來 這樣精湛的酒業跟品牌的 這種複雜風味度的體驗上 那我覺得從蘇格登這個品牌身上 所學習到的 我覺得是一種專注的力量 在整個它的發展當中 你會看到它一直從 評鑑者真正的核心去延展風味層次 它有多少樣的一個可能性 當你面對一杯好的酒 好的威士忌的時候 我覺得千萬不要錯過它 至少在那個品味威士忌的時刻 還是要靜下心來 享受這一段美好的時光 因為那是屬於你個人 最美好的一個體驗 而且它們的內容 就是它的內容 就是它的內容 而且它們的內容 那是你做的 在 Singlet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